剛才我們提到的活動 OK 假設我進到活動裡面 然後我查看詳情 然後我可能可以參與投票 對不對 參與投票 但是如果我想要說這個活動我想要刪除 那這個地方 你看沒有可以 我上下移動沒有可以移動 代表我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按刪除 我能夠唯一能夠刪除的是 我剛剛自己建立的活動 我找一下我的活動在哪裡 你要看那個 來 像這個就是我這個 我在這個靠右側的 這就是我建立的活動 如果這個活動我要 這是我剛才自己建的 我想要修改 想要刪除都可以 我把它移到最底下 有編輯就是可以修改 然後呢 看案完成或取消 然後或者我自己可以把我自己舉辦的活動 刪除 刪除 那我舉辦的活動就從清單中刪除了 但是這裡誰發起活動的 其他人不能把那個活動刪除 OK 所以只能 甚至也不能改裡面的活動 都只能原先的發起這個活動的人 去編輯修改 或者是刪除 OK 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剛才我的做法是 就是 先進到群組來 找到我的活動 我剛才的活動 然後按查探詳情 進去 進去 可是現在因為這個活動已經刪除掉 所以現在進不去了 那我現在看另外一支手機 來 我從群組裡面 來 Line群組 那我看看我這支手機見的活動在哪裡呢 我慢慢的往下滑 滑到有一個是我活動是靠右邊的 好 陽明山踏青 這是我發的 然後我 我發的人 才能夠 編輯 所以我就按查探詳情進去 然後往上 你就可以看到有編輯 或者是刪除 把這個活動刪除掉 所以可以按一下之後 接下來選刪除 那這個活動就被刪掉 OK 來各位可以嘗試一下 刪除活動 如果你是發起活動的人 你可以刪除活動 各位嘗試看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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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